今天沒有黑入飛機場 當然是趕飛機 趕飛機去哪裏 去哪裏 去哪裏 真的狠軟嗎 我覺得不怎麼冷 我們到達北京 感覺上不是很冷 這次我們是來探望北京的子華校 清華副術中學 我們一行銀是18個學生 四位老師 現在正在跟學院的領導 幾場軌道出發 幾場軌道出發 說兩句廣東話來聽聽 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北京 嘩好聰明 我們覺得不太冷 現在去吃飯 又有些可以買手信的地方 前門大街 我們先吃午飯 這間叫聚軒角 好像四合院改造 多漂亮 這是最新的中國共產黨歷史展覽館 旁邊就是我們要去 這兩個館都很新 工藝美術館 是咯 大概是2022年才開 是咯 中國工藝美術館 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館 五十幾個民族 你要明白 中國共產黨歷史展覽館 又是 又新又漂亮 是一個人民大會堂 好 排隊進去 好了 進去 拍攝照 大家就跟我上去 那邊我們坐電梯 直接上去五樓 因為這裡最大 和最好看的展規 是五十幾樓 哇 哇 哇 要挖掘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思想觀明 人民精神道德規範 造成一個獅子的形狀 嗯 麻布 上面打漆 就上 油漆了 油漆 生漆 生漆就是 都是植物提電出來的 生漆 是不是就是古琴那種 沒錯 古琴那種 生漆 生漆 又要游幾十陣 打磨拋缸 接著就將裡面的胎 因為胎是木頭做的 是拼起來的 嗯 是可以拆開的 在底下那裡 伸手進去 把胎拆掉 然後拿出來 然後所有木頭 拿出來 那裡面就剩了什麼呢 剩了一些漆 剩了一些漆 和麻布 所以很薄 很輕 我們這裡任何一位男同學 你都可以用你的手 當然你沒有去真的舉 但是他很輕的 中國的第一任總理 叫周恩來 是 他說你看看我們中國傳統的工藝 有一千多年歷史的脫胎漆器 是多麼厲害 是 這麼大的獅子 有一個普通人 一隻手 就可以舉起來 嗯 這個就是我們傳統的中國工藏 脫胎漆器 這裡四個翡翠鵰 大惡奇觀 一二三四 這四個翡翠肉鵰 是一整塊翡翠鵰出來的 哦 原石呢 重達一千多公斤 就是一噸多重 一大塊石 那這塊石呢 是在緬甸 運到來中國的 緬甸 但是它清潮沒裂 就已經在緬甸 運到來中國了 哦 就一分四 再拼回來 那些圖案呢 都很漂亮 它是先畫一個底下的半球 在裏面畫出來 再在底下的半球裏面 再畫一個半球 再畫一個半球 向分率蓋 嗯 再在一個蓋裏面 再畫一個半球出來 做個底 做個底 明白明白 所以就拉長 所以一塊東西就做到這樣 最後那個 這四塊 剛才導遊說 就是鎮店切的 哦 三十幾萬兩 四塊玉石 切出來 鎮店深居 鎮店 很熟悉 雲袋 結蛋 橡牙雕 雖然橡牙有這麼多買賣 但國家可以收藏 壽山石雕 石果類類的 荔枝 木雕 水晶 這是什麼? 看觀星 喝咖啡 你喝咖啡不叫我 開工藝術館 第一個行程比較簡單 現在去吃晚飯 現在5時多 已經開始冷 現在有多少度? 沒有 剛才只有6度 現在5度左右 5度左右 這就是特色的食物 冰糖葫蘆 北京吃的米麒麟 前面有兩次紅燈籠 很長的 嗯 有一個很小的市場 你們看很多小食 北京的小食 還有一條炸的雞 買的手工藝品 嗯 你們三個 這很貴喔 三門三個 美的脆喔 美女脆出來漂亮 哦 原來如此 我這邊見到肥豬 哦 前門大雞 紅到我都要買頂帽 一口就喝了一碗豆汁 你說還不是英雄? 厲害啊 對呀 剛才沒有開燈 現在開燈 大山蘭 這裡是工藝品 美食城 哇 大家看表面 就像一個雪糕 但其實它真正的身份 是一個叫熱奶寶的東西 熱奶寶 但不是熱的 為什麼叫熱奶寶 紅豆 對 紅豆 一個二個排隊賣了 現在OK 方便的地方是便宜方酒店 疫情的時候 它將上面那些 位置租給人做酒店 所以它不能回到台 它本身有很多層 都是吃東西的 把一粒片的皮 鴨來了 就是這樣 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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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吃 長安大街 就是這裡 不是它在北京的中間村 它是我們北京的東西中族市 格蘭雲天大酒店 其實現在還是很早 天氣冷了 早點回酒店休息 才早起床